阿芳哥你知道很搞笑 我跟龍哥很熟 知道他會來就馬上PM他龍哥 他那樣 不過他身材這麼好你不對 我不是那麼喜歡身材好的女生 我跟阿芳哥說 人家從來都沒有說對你 你又在這 在這自我催眠 自我幻想 於是跟他們一起去這個櫻花 上一頸硬上2.0的市集 都買了不少東西 這個大家真的要幫忙買 這個 樂手作和魚耳冰室私房菜 因為還有一些而已 月餅他還沒賣完 月餅160元4件 客人是很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我的直播 這些是我的戰利品 例如一口榴槤酥 上次網友請我吃一口蜂蜜酥很好吃 蜂蜜糖 就給客人給了 還有一些碗仔翅等等 還有一些乳鴿 乳鴿都有 那個市集大家都可以去行客 很搞笑的 說回方哥原本有個四點 三點幾通知我 因為他之前買了發生在八十年代 大家知道有龍城寨是九三年就拆了去 所以八十年代 當時還在這裡 一天很擠逼的環境 因為衛生也不算好 誰知道某個單位不斷傳出來的臭味 有人覺得是否附近的魚蛋工場的臭味 因為就說 傳說當年的魚片和魚蛋 為什麼這麼好吃 大家知不知道有什麼秘技 就是因為全部 多謝這五的超伯留言 是用死魚來製作 死魚 就是我們男人最不想遇到的死魚 是的 全部是用死魚 所以 很臭 但是很好味 所以很多人 可能在那些附近的魚蛋工場的臭味 誰知道在四樓發覺是不行的 這些臭味不是死魚味 很臭 臭到 什麼味 臭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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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臭蟹味這麼簡單 不知道什麼東西是沒有 臭蟹加死魚味 誰知道真是很臭 哇大哥 臭到這樣 嗯 那好吧 於是頂不住 本身這個三不管的地方 都喜歡他們 要打電話報警 那那些警察很不願意之下 都要進去 那麼去到四樓 其中一個老警察就說 不用審 這些鹹魚味 鹹魚味嘛 那行了 可以收隊 不是吃鹹魚 是死人的那些鹹魚 我吃個這麼大劑 你不相信 你吃蝦門 好了 喂 裡面有沒有人啊 有沒有人啊 好 突然間 咦 想爆門之際 有一個幾歲的小女兒 插著媽媽的小甜甜 開門 是不是正得見到我們 多謝多謝 開門 咦 姐姐哥哥 你們找誰啊 原來在下面 小妹妹 他們聞到一些味 就聞到一些臘腸香味 不知道小時候大家喜歡吃什麼牌子的臘腸 那就是 都說鹹魚味 這裡有臘腸 蒸鹹魚有什麼那麼奇怪 於是他們就進去了 是一開門一進去 那些臭味全部 攻勢進他們的鼻道 甚至有這個泡泡 當場 不斷 好像見到這個 以為是見到這個 阿婆不穿衣服一樣 當場嘔吐 不斷 真的 見到阿婆不穿衣服 跑步的款式 不斷 不斷 於是其中一個警察 小妹妹 什麼事啊 喂 家裡沒有大人嗎 有啊 但媽媽不舒服 在房間裡面休息 那麼 他們就敲 就敲房門了 但是就沒有人應援 喂 媽媽在裡面嗎 沒有人應援 你怎麼知道門沒有鎖 一開 門就打開了 就見到一條 全身發黑 有絲斑 甚至是把床濕了 那些絲水 流在床上 全身發黑 有絲斑 那家裡除了開門的小妹妹 還有一個可能是她的姐姐 就在飯桌 正在做功課 然後小妹妹 有媽媽說她不舒服 要休息 她就煮完飯 就叫我們吃完飯就上學了 那些警員就發現廚房有剛剛煲好的臘腸飯 那小妹妹的臘腸飯是你自己做的 不是我們做的 媽媽做的 媽媽做完呢 那麼就入房休息 過了一會 你們就敲門了 我那時候還想拿點飯出來 於是他們就發現了 那死者媽媽就是非法入境者 爸爸就早就不理他們了 街坊說從來沒有見過有任何人就探過他們 所以她肯定不會有人在一個有屍體腐爛 屍臭的地方煮飯給他們吃 她已經臭味存了一個多月了 因為兩千塊就從頭到尾 一個多月都媽媽煮飯給他們吃 期間從來沒有人探過他們 但媽媽又死了 那麼究竟那些飯是誰煮呢 大家可能都聽過這個故事 由八十年代到現在三十多年 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究竟是誰煮呢 那你內一單 潘小聰在AM770寫的 大家看看是否記得是哪位的藝人 話說當時超王勇 翁美玲就